國際大導演李安特別回台灣過母親節 並且在文化部長榮應台邀請之下 抽空為明年即將推出的 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畫站台 李安說他認為紀錄片跟電影一樣 都能夠保存台灣社會的文化和生命經驗 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呼籲政府不要刪減相關的預算 最好還能再增加一些 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後 趁著電視劇處女座開拍前的空檔 李安回國陪媽媽過母親節 也因文化部長榮應台的邀請 參加記者會酒會演講等一系列活動 文化部宣布明年起 將推出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畫 找來李安相挺 李安說自己是紀錄片的外行 但他認為紀錄片記錄了 台灣的社會文化狀態非常的重要 雖然拍紀錄片很辛苦 但卻是用很少的資源 就能夠表現出很棒的價值 因為說他的票房的關係 而不關注他 我就藉這個機會呼籲一下 希望政府不要再砍文化的預算 不要砍紀錄片的這種預算 能夠的話最好能夠再多加一點 當然不是從劇情片裡面移過去 李安今天最後給我的 給我們的中固是說 心不要大 一點一滴 雜根做好 榮應台說這幾年來 國內紀錄片的產量有減少的趨勢 紀錄片不管在電影或是電視節目類 拿到的補助都少得可憐 文化部將擴大補助提升值跟量 每一年也預計投入兩千萬輔導拍攝系列型的影片 打造紀錄片雙年展 補助獎勵 戲院放映紀錄片 李安也建議應該多多增加電視跟新媒體 放映的管道 今年是金馬獎五十週年 據傳李安獲邀擔任評審主席 不過李安表示 時間上恐怕不允許 主席的話 他要至少我想兩個禮拜的工作吧 工作量全是 那我十一月份的時候 正好這個電視影集要交片 我盡量能夠來 晚上李安將與親友跟電影圈的友人 跟一些新隊導演相聚 明晚七點也將在台北中山堂跟榮應台對談 公視也將透過網路直播 HD臺跟公視二臺也會同步播出 記者陳書均 陳保羅 台北報導